婴儿突然从衣柜上摔下去 让人惊讶的是 她的后背上居然长出一对翅膀 还在不停地抖动 好像马上就要飞起来 妈妈不敢把婴儿送去医院 害怕医生用她做实验 经过简单的清洗后 发现翅膀竟和身体完美融合 没有一点的伤口 妈妈怕她半夜飞走 并用小夹子将其夹住 没想到翅膀生长速度超快 没过几天就要衬包衣服 妈妈用尺子一凉 足足长出了十多厘米 按照这个生长速度 一岁的婴儿很快就能飞起来 妈妈想用胶带把翅膀粘住 可小翅膀的力气还挺大 铺腾两下就把胶带删掉 为了让宝宝舒服一点 干脆把她衣服剪个洞 这样小瑞奇的翅膀不受拒束 可以随便来回铺腾 没想到她直接爬上沙发 既然真的飞了起来 自己还非常开心 妈妈也没意识到危险 很快瑞奇的翅膀快速慢慢长大 一夜之间长出羽毛 不到一周翅膀基本成型 担心宝宝飞行出现意外 身上保护装置 身上绑上柔软的泡沫 还细心的给配套上安全帽 没想到下一秒 瑞奇竟然真的飞了起来 妈妈开心坏了 觉得自己有个天使宝宝 果然买了30年彩票的母亲 这天居然中个五等奖 这都是小瑞奇的功劳 这天瑞奇在飞行中 总想要去拽灯泡 妈妈害怕发生意外 于是让姐姐把灯关掉 于是瑞奇调转方向 却一头窗到玻璃上 疼得她嗷嗷直叫 还好保护错失做得到位 身体并没有摔坏 只是翅膀轻微有些擦伤 涂点护手霜就没事了 这天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超市 小瑞奇十分兴奋 母亲单独把她留在购物车里 就在姐姐买个玩具的功夫 却发现瑞奇居然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件她的外套 妈妈顿时慌了抬头发现 瑞奇竟然飞到超市上房 追赶一盏盏亮起的灯 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一旁的大爷见状 问售货员哪里有卖这种玩具 他想给孙女爷卖一个 却玩得正欢 连消防员都抓不到她 宝宝后背长出一对翅膀 在超市里飞来飞去 所有人都惊呆了 纷纷拿出手机发朋友圈 母亲见状赶紧去追 可怎么都追不上这个小家伙 即使消防员去抓 可此时的瑞奇彻底玩嗨了 不断地左右躲避 怎么样都抓不到她 看到瑞奇朝着灯光飞去 这时妈妈想到了办法 她让超市把上面的灯关掉 果然灯光全都熄灭后 瑞奇开始向低处飞行 这时躲在暗处的保安 快速冲上去一把抓住瑞奇 瑞奇被强行带到了医院 医生表示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长翅膀 建议把宝宝留院观察 做进一步的治疗 但女人却果断拒绝了 她不想儿子被当成研究对象 于是抱着瑞奇准备离开医院 不料大门被一群记者堵住 还想对她进行采访 在好心医生的帮助下 护送他们从后门离开 可就在女人走到家门口时 又被知道消息的邻居围堵 记者们也冲了过来 吓得女人赶紧往家跑 本以为已经没事了 可宝宝已经上了新闻 电视里都是瑞奇在超市里的画面 记者24小时都守在楼下 宝宝也不能从左带屋里 由于家里的空间有限 小瑞奇在飞行时又出现意外 父亲请来了一声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可宝宝的翅膀连接着脊柱神经 如果切除风险特别高 而且费用是这个普通家庭 没有办法承受的 于是父亲建议 接受楼下记者的采访 这样就能赚取宝宝的手续费 妈妈抱着瑞奇 爸爸在他脚上摔好绳子 宝宝十分兴奋越飞越高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婴儿后背长出一对翅膀 妈妈一松手 婴儿就像小鸟一样飞了起来 所有记者全都看呆了 妈妈看着自己的儿子越飞越高 并且十分兴奋的样子 竟然是神松开手里的绳子 只见瑞奇没有绳子的约束 直接飞过大楼 所有人见状全都慌了 赶紧冲上前想喊住瑞奇 谁知瑞奇越飞越快 穿过一片湖泊后 瑞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妈妈如何大声呼唤 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复 很快吃瓜全中全都散开 只剩一家三口在原地等着 可一直等到晚上 瑞奇依旧没有飞回来 此时母亲十分后悔 不该同意让记者采访瑞奇 虽然他们到处发宝宝的寻人启事 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失去瑞奇的妈妈非常自责 甚至出现了幻觉 只要听见鸟叫 就以为是瑞奇飞回来了 但每次她都等不到瑞奇 这天女人终于受不了了 独自一人来到 瑞奇消失的那个湖边 只见她直接脱掉外套和鞋子 竟然冲进冰冷的水里 原来女人失去瑞奇后 没了生活的希望 她想用这个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湖水要淹没她的脑袋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响 居然是可爱的瑞奇飞回来了 此时瑞奇已经长大很多 她不停地挥舞着小手 好像在叫妈妈一起飞走 妈妈一直不停地道歉 希望瑞奇能够留下来 可是瑞奇并没有听懂妈妈的话 只是对妈妈笑了笑 还是张开翅膀飞走了 此时妈妈也终于释怀 也许放手让她自由飞翔 才是对瑞奇最好的尊重 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没过多久女人再次怀孕 不知道这次的宝宝会不会正常呢 那瑞奇为什么会长翅膀 虽然影片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但可以看到由于父母 长时间受到化学物质的影响 而瑞奇刚出生不久 便发现身体有些异常 由此让人猜想到小瑞奇长翅膀 或许真的跟环境污染有关 对此你怎么认为的呢 这只害虫不是一般人 它抖动六块大腹肌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看着瘦小的女人 插的一下快速冲了过来 我的妈呀 这也太吓人了 美女刚到家 发现家里有只奇怪的害虫 还在吃盒饭 看到女人 她一点也不害怕 美女拿起报纸 想着把它干掉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狼竟练过中国功夫 无论美女怎么用力 连一根寒毛都碰不到 安娜彻底怒了 刚抡起唇缸的木棍 她竟然躲进了房间 随后美女追了过来 可她十分嚣张 揣了一下张开几次 露出凶狠的眼神 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下一秒 安娜双腿发软 吓得嗷嗷直叫 此时蟑螂觉得人类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 女人拿起一瓶杀虫剂 通过门缝 撕了一大坨 害虫闻到气味 站在手指上没有任何反应 安娜打开门 就像猫看见耗子一样害怕 害虫见状 抢过来杀虫剂 竟嚣张的直接喷在手上 看到安娜一脸蒙圈 谁知蟑螂把昂贵的杀虫剂 全都涂在尖秧的外壳上 还一脸的抢手 妈妈咪呀 这也太恐怖了 接着她恶狠狠的说 看视频点亮小红心了吗 不然就把你带走 然而下一秒 她就口吐肥皂泡 女人以为她死了 可突然蟑螂站了起来 我的妈呀 这是扎尸呀 蟑螂说道 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除非有人给你点赞 关键时刻 粉丝们叉叉的点了爱心 终于消灭了蟑螂 我去 再让你出来吓人 这时蟑螂的孩子们出现 他们伤心的重向母亲 咔嚓掰下大腿 哭吃的糟了起来 可结果 小蟑螂也嗝屁了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全部死掉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哪个国家的蟑螂 要是被我看见早把它吃了 你说烤着好吃还是油炸好吃呢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 这只虫子成精了 它掰下一块门板 咔嚓就吃了起来 主人看得目瞪口呆 可它一点也不害怕人类 男人健壮 拿起沙虫剂对它喷了起来 三天过后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亥虫全身都是药剂 却没伤到半根寒毛 主人也一脸惊讶 这恐怕买了假货 亥虫见自己没事 嚣张的就要离开 那问它去哪里 它说要回去告诉大家 你家沙虫剂就是垃圾 叫全村人都来你家吃西 说完呸呸呸吐了三下 我的妈呀 这亥虫也太可怕了吧 没过多久 亥虫回到商一坪的大别墅 这里住着上万只小蚂蚁 他们看见老大非常激动 立马跑了过来 不明白老大身上都是沙虫剂 为什么竟然没死 以为老大有了抗体 竟把沙虫剂拍得满天飞 还没来得及庆祝 老大嘎一声嗝屁了 倒地上口吐白沫 还连累了子孙 同伴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这时老大有一宴要说 我的妈呀 你不早说 就这样同伴也嘎了 全村人齐刷刷的领了河饭 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为啥一只亥虫喷上沙虫几没事 回到老家被同伴接触 就全体阵亡了呢 知道的在评论区留言 粉色病毒变异了 竟然化成人形走在大街上 人们看到病毒快速逼近 吓得纷纷逃窜 瞬间乱成八宝粥 小姐姐揪掉白菜一耳 急忙捂住嘴巴 大爷来不及逃跑 撕下膏药堵住口鼻 甚至是掏上塑料桶 可怕的病毒盯着人群 让人胆战心惊 有口罩的赶紧戴上 生怕感染了病毒 这时她发现 出门没戴口罩的美女 看到病毒 女孩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掏出辣椒水 想消灭病毒 谁知辣椒水用完了 病毒被逗得笑出了主角 女孩大声呼救 慌忙逃命 这时医护人员及时赶来 拿着网兜就要逮捕病毒 这回轮到病毒害怕了 一口气跑了三年 可医护人员始终不放弃 加快脚步猛追不舍 病毒累屁了 摘下头套传口气 很快医护人员追了上来 病毒装成消防栓 却没逃过大白的火眼晶晶 请给大白们点亮起红心 希望他们早日消灭病毒 病毒在跑完整个城市后 在路口停了下来 竟然等红绿灯 眼看医护人员就要追上 这时绿灯亮起 病毒冲向马路 可下一秒 摩托男被窗的倒在地上 没了呼吸 而病毒趁机溜走 跑到别的国家 继续祸害无辜的人类 其实这是火爆太过的公益短片 你能猜到这个故事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吗 外员评论区里留言 这冰箱太诡异了 里面的食物自己跑了出来 我的妈呀 那海鲜蔬菜就像活了一样 叉叉叉的往外撩 男儿吓得瑟瑟发抖 从冰箱里冲出来的食物 就像小山一样堆满的厨房 男儿害怕坏了 更可怕的是 家人也被食物淹没 然而他们却十分淡定 拿出保鲜袋 开心的打包装好 更诡异的是 吃饭时崴了一勺咖喱酱 刚放进盘子里 勺子竟然不受控制 拽住男孩胳膊 疯狂的往外喷洒 妈妈咪呀 这也太吓人了 轻轻下男孩打开水壶 双手用力的盖住盖子 这才解决了危机 可他转头一看 家人已被淋成了盖酵饭 还好他们比较乐观 打扫完战场 又重新做了一桌饭菜 男孩想尝尝麻辣八爪 结果呲拉一下 八爪鱼瞬间喷出 不要钱的墨水 我的妈呀 冰浅越来越多 眼看控制不住 他赶紧用大碗扣了下去 八爪这才停止喷墨 可他家人就惨了 还好他们没有责怪男孩 非常happy的一起擦洗 饭后陈豪打开冰箱 要不是陈豪跑得快 估计能被跑出来的鲫鱼 砸成脑震荡 也不知道这是啥冰箱 能钻出来一屋子东西 这是泰国的脑洞广告 聪明的粉丝 能猜出来是卖什么的吗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